所以會變成有類似兩個執政黨的時代 可是也會有可能兩個在野黨的時代 也就是張院長這個內閣擺爛 而我們的整個國會跟內閣無法配合 所以我們用雙成績來講 我們希望把最壞的時代拿掉 讓我們邁入一個最好的時代 所以在這裡期許大家 我們不要藍綠再對立 大家超越藍綠 共同的為所有的人民的福利 大家來共同努力 所以在這裡八年前跟八年後 站上這個發言台的心情 我在這裡表達 但是我也說國會改革要廢除國事論壇 這也是我最後一次站上國事論壇的時候 感謝大家